大家好,我是崔老师叔 我们今天做个老北京卤煮 我们准备了一下猪肥 平肠,五花肉,豆腐 猪肥子已经泡了一回了 我们现在彻底的给它清洗一下 给它盖开,里面再清洗一下 里面这需要给挤压的干干净净的 猪肥子虽然不是什么好食材 做卤煮是最不可少的 多给它清洗这边 另外两块留给狗子了 起到没有下水位置 现在把皮材处理一下 先加点面 再加一把羊 再加点老秤醋 给它仿佛的搓洗 把表面的粮液才能除下来 搓洗好了 加清水 把它再起一遍 再次清洗 放清水 把皮肠再翻一下 把上面的油脂简单的给撕掉下 把这油脂撕掉下 吃起来比较健康 把油面清洗一下 再把它烹过来 再把它烹过来 我们现在火点面做个卤煮火烧 用开水烫面 用开水滑面 火烧不容易藏 金刀吃起来 把面入光滑 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弄出小枝子 露小饼 把它弄出小枝子 都圆了 都圆了 现在把饼干成小饼 现在把饼干成小饼 清洗锅 放点油 看一下上火了 没有 如果这个饼利用温和就可以了 放过去 这个饼子热个几分锅 看着饼子金黄就可以了 好了火烧饼热好了 砍码出来 把准备好的豆腐切成大片 锅里的油烧热 把豆腐炸一下 转火慢慢的把豆腐炸成金黄 好了 豆腐炸好了 入锅 加点葱 大蒜对半切开 再切点煎片 准备点黄豆酱 加水给它搅开 做螺族云的鲜料有 拉脚 山芽 八角 桂皮 豆蔻 草果 小灰香 花椒 油底油给它扁一下 再能激发它的香味 现在把它撑出来 锅里再吃倒油 倒入葱姜蒜 下着一磅 点出香味 把洗手的黄豆酱下进去 慢慢的给它锅出香味 再加几块芳乳 加入自然的开水 再来点南乳汁 加点生抽酱油 给它提香 再加点老抽 给它增加点阳色 再来点二果骨 再加点豆翅进去 把我们炒好的香料包放进去 把处理好的猪肥下进去 皮肠要下进去 准备了一块乳化肉 我们已经把蒜蓄给它破了 就把它下进去 把剩下的空间蒜放进去 小火慢慢的把萝卜煮香 煮烂火了 现在排点蒜 做个蒜泥 再切点咸菜末 再摆点辣椒去 把萝卜煮了一个多小时了 越煮越香 马上就好了 把炸好的豆腐下进去 我们捞好的饼子下进去 卖萝卜了 卤卜便宜卖了 卖萝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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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下萝卜多少钱啊 八文钱一碗 好 我来一点嘛 来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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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锅子 辣子鲜菜随便放 好 看你来点 一点辣椒油 再来点鲜菜 拌一拌 开始吃我们的卤猪 哎呀第一次吃卤猪看着都好香 口水都流下来了我先吃一口 嗯 再好吃 太香了 一把嘴巴 五味棒 五味棒 最后一把嘴巴 再来过去了 很漂亮 辣椒 突然是狗虾 老苏仔再一碗不过吃 等会你再管弄一碗 再卖你一碗没事 太好吃了 这儿梨子吃起来往门门的 挺深的 不好 肠也好 这儿落猪吃的爽啊 这儿梨子是挺鲜的 是一块 整上碗酒 这几天咱怎么老是把酒放的 好 再给我鱼鱼吧 好 还嫌弹